收視 滿不滿意人家? 好開心啊 今天聽到好像第一集 不知道第一集還是平均這個星期28.1 所以都比較高 現在算是高的了 所以大家很興奮 因為聽到這麼好的消息 還有未知道消息的時候 都偶爾有查一下網上有什麼留言 所以現在都很多人覺得我很輕鬆 可以令到別人各看的時候覺得輕鬆 我也很開心 沒什麼壓力開開心心地看 其實都是我們拍攝的時候的目標 要多看? 他少看 因為如果看我就要幫他翻譯 自從播這套劇 我突然間昨天回到家 我看到他桌上有兩個蘋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套劇 知道是在說三個區 或者每天的劇情都提起三個主題 他突然間放了兩隻蘋果在他桌上 在哪裏 香港來香港這麼晚還不懂得說 其實都懂的 Hello 他懂的 不過 好像我初初來的時候 我聽得明白的東西都少很多 我覺得是一個一條路的過程 當然現在如果我看一個古裝片 我也要看字幕的 英文字幕的 我只是看英文字幕 看古裝 看古裝片 但是就看英文 有英文字幕 是的 因為這些字 始終你沒聽過 會複雜 你那個意思 那個片音 那個片音 那個意思 那個意思 是的 這麼多成語 我真的不明白 不過我發現 今次這套劇 大家跟我說的後悲 就說香香你講成語 比之前 今天白色情文節和老公有什麼 今天白色情文節 應該是 應該是 是 我忘記了 完全不知道 很害怕 立刻想些事情 待會做 現在 要立刻想些事情 待會做 會不會送些什麼給老公 其實我們 我也是剛剛記得 所以我 他考慮 對 不過那個好處是 他也應該不知道 所以打王 打王 但情人自由送了幾個了 情人自由送了幾個了 我都不記得了 上個月就是不玩 對 大家都不記得了 對 你不重視 我們真的不太重視 對 因為 其實 每天可以一起 其實他 剛剛的生日的時候 我也問了他 你怎麼去生日的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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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已經跟他說 你想做些什麼 想不想 一群人 找朋友一起去吃飯 慶祝 他就跟我說 其實不用了 我們簡單單單在家 你在我身邊已經夠了 我覺得 不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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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